Round半台湾陪伴智者让爱同行的活动 17号在花莲的吉安乡出发 从北到南汇集的19处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长者 还有家属共450多人来参加 加上游淑珍也号召社区伙伴一起来参与 陪伴失智症患者走遍社区邻里 也呼吁大家来关注失智症 Round半台湾是源自于日本 不过今年受肺炎疫情影响 反而只有台湾能够举办相关的活动 10月17号这一天 全台湾共有包括新北市、新竹县、嘉义县、屏东县 宜兰县和花莲市等六个县市起步出发 失智症这几年在台湾65岁以上的申请率 大概八个老人里面就会有失智症的状况 今年我想2020的Round半 Round Tomo的活动 最重要的就是友善自责社区相伴的概念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些失智症长辈跟家属能够勇敢的走出来 那在社区的部分呢 我们大家一起来给他们支持 让他们获得更多的这个大家的关注跟支持 让他们能够在我们的这个社区里面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适应的生活 因为现在都在推失智友善社区嘛 那我们希望失智的长辈们跟失智的家庭 他们可以在社会社区当中生活无碍 那借由这个Round半路走的活动 让他们可以走出社区 让大家看到失智长者跟家庭 他们的那种凝聚力跟那种生命的动力这样 吉安乡长游淑珍也全力支持这项活动 不仅亲自陪走 更号召社区伙伴踊跃来参加 谢谢我们的老家 为我们开启这样的姻缘 谢谢我们的慈祭 谢谢我们很多很多的单位 来协力在我们平日的老人的关怀里面 在我们的吉安是我们乐活安养 老人休闲 以及他们生活很适性的一个幸福相成 所以我们今天虽然下着毛毛的细雨 但是我相信不管是晴天风雨 都不能阻断我们对老人家的爱 不管是男女老幼 我们都为我们的老大人献出满满的感谢跟关怀 我们相信吉安是乐活的乡城 是有爱的温度 所以我们希望用我们自己的热力 用劲走来呈现我们对老大人的这样的一份爱 2020 round one 台湾是由各个主办单位发挥创意 透过结合地方色彩展开出了独具特色的失智症宣导活动 除了串联各地的失智据点 医疗单位、政府机关等 还主动拜访宣传 也邀请沿途的商家、学校、部落、企业 一起来参加 共同串联起坚强的失智资源网络 介络会接下来相报道